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女儿结婚当天,她在婚礼上说了一番话 公公婆婆竟当场跪在她的父亲面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结婚的女孩叫刘小翠 来自农村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她是被养父养大的孩子 是养父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从村口把她捡回家的 当时小翠已经被冻得脸色发紫 是养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而养父是一个腿部有缺陷的人 这是因为小时候高烧四十度 没有来得及就医 导致腿部不灵敏的后遗症 她现在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养父的爸妈在她十一岁时相继离世 唯独给养父留下的就是两万的积蓄 和一间破旧的砖瓦房 但养父从未动过那些积蓄 因为她觉得这是父母留给自己唯一的念想 她从小到大 都是靠帮着村里邻居们在田里干一些散活 维持度日 小翠的养父三十岁时 经别人介绍 娶了隔壁阵 因为身体也有点缺陷的一个女人为妻 由于各自的身体原因 她们就没有要小孩 不过生活永远没有绝路 就像被放弃的小翠一样 她被养父捡回了家 当作亲生孩子 一样抚养 虽然日子过得很苦 但小翠依然在养父母的关怀下 健康快乐地长大了 可在小翠六岁时 母亲却因身患绝症过世了 只剩下她和养父相依为命 养父从来没上过学 但她却一直坚持让小翠上学读书 养父认为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 而小翠也不负众望 考上了一所省城的重点大学 大学毕业后 小翠就留在了省城工作 然后就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他们交往了两年 男友向他提出了求婚 他一口就答应了 男方父母都是生意人 家境非常不错 小翠一直害怕男友的爸妈 会嫌弃她的身世 于是她便对男友说 自己无父无母 从小都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听她这么一说 男方的爸妈觉得 小翠是独自一个人长大的 也很能吃苦 人又善良 很是心疼 于是男方的父母 就说要给小翠十二万的彩礼 并且还说婚礼的一切费用 都由他们来出 结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小翠内心很焦虑 她在想 自己结婚要不要告知养父 如果不告诉养父 将来自己就会一辈子亏 对她的养育之恩 可是这么盛大的婚礼 让减废品的养父在这里出现 会不会给公婆丢面子 嫌弃她的绅士 而之前她还说自己是无父无母 在孤儿院长大的 就在婚礼的当天 小翠的心里非常煎熬 婆婆就看出了 她惶恐不安的样子 就询问了一番 小翠皱着眉头犹豫了很久 一下子就跪在婆婆的面前 她哭着说 妈 我对不起你们 我撒谎欺骗了你们 我确实是个孤儿 但我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我还有一个养父 我小时候是被养父捡回家的 是他辛辛苦苦把我拉扯长大的 我养父的腿部有缺陷 还是个捡破烂的 我怕我当初如果说出了真相 您会嫌弃我拒绝这桩婚事的 所以才对你们撒了谎 小翠流着眼泪说 我觉得自己如果再隐瞒下去 就连老天爷也不会原谅我了 如果我的婚礼没有养父的祝福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宽恕我自己 请你们原谅我的任性 无知和自私 婆婆听完小翠的话后 就用很和蔼可亲的语气说 哎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 没关系的 我们家喜欢你都还来不及 怎么会嫌弃你的养父 即使再丑再脏再乱 也是含辛茹苦将你养大的父亲 你是个善良诚实的孩子 如果你今天没让你的养父 来参加你的婚礼 也没有告诉我们实话 那样我们家才会嫌弃你 才会看不起你 你别看我们现在家境不错 但是我们也是从农村穷苦的地方出来的 也是从最穷最落魄的小地方 一路走过来的 说完 婆婆就让小翠赶紧把养父接过来 一直压在小翠心底的那块大石 总算是落了地 她马上给养父打了个电话 邀请她过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在婚礼即将开始时 小翠邀请上台的第一个人就是养父 她穿得破衣烂衫 还是一瘸一拐地走上了台 但小翠丝毫不在意众人的眼光 她热泪盈眶地拿起话筒 大声地向婚宴上的来宾介绍 这是我的爸爸 她叫刘飞 是她把我从冰天雪地里抱回了家 也是她靠着减肺品把我抚养长大的 我不该嫌弃我的养父 话还没说完 小翠双脚一弯 扑通一声就跪在养父的面前 并对养父说 你把我从小拉扯到大 可是到了现在 我竟然这样嫌弃你 我感觉到心中真的很愧疚 爸爸 对不起 请接受我这真诚的道歉 你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此时养父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 她抱着女儿哭得稀里哗啦 婚宴现场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就在这时 小翠的公公婆婆也走到了养父身旁 拉起养父的手 扑通也跪了下来 说我们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还记得吗 十六年前是您救了我儿子 原来在十六年前 养父减肺品路过一个医院时 看见医院门口 有一对夫妻正抱着自己的小孩 哭得撕心裂肺的 孩子急需转移到大医院 但小孩父母身上的钱 在治疗前期已经花光了 他们已经花光了所有费用 当时小翠的养父看着奄奄一息的小孩 赶忙回家取出了自己这些年来 千辛万苦存下的积蓄 交给了这对夫妻 并说孩子的命要紧 先拿着这些钱救命 这对夫妻正是小翠的现在的公公婆婆 新郎 也就是那个重病的小孩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小翠的公公婆婆 没来得及向养父道谢 只知道那个好心人叫刘飞 是一个减破烂为生的人 后来那个孩子的病情得到及时救治 逐渐康复 他们夫妻二人想通过赚钱来偿还好心人 可当他们攒够这笔钱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好心人了 最后 他们夫妻就拿着这些钱做起了小生意 后来规模越做越大 成了现在的样子 但他们心里永远记得刘飞这个名字和他的样貌 一直想着报答这份恩情 现在他们得以实现一直以来的愿望了 终于可以好好报答好心人 对他们儿子的救命之恩了 俗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小翠的养父是一个善良的人 好人有好报 而小翠的公公婆婆 也是知恩图报的人 祝福他们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上幼儿园第一天 老师让大家自我介绍 姐姐是第一个 自信大方 我叫李月欣 爸爸妈妈说我是最最可爱 最讨人欢心的宝宝 我还会唱歌和跳舞 她开了个好头 得到小慧老师的夸奖和小红花一枚 下一个轮到我 我刚一起立 就有男生大喊一句 她好黑呀 我被吓得不敢说话 我和姐姐是一卵双胞胎 体型相似 模样却全然不同 她生得白净 大眼睛 双眼皮 仿佛洋娃娃 而我黑不溜秋 单眼皮 眼尾还微微上挑 家里人都说我看起来凶巴巴的 像个坏小孩 爸妈都更天爱姐姐 她做什么都会得到鼓励和夸赞 所以她阳光开朗 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是又笨又丑的丑八怪 得不到爱的孩子 性格也畏畏缩缩 小慧老师教育了那个男生几句 又来鼓励我大胆说出自己的名字 这下我更加不敢开口了 因为我叫李小妹 不像姐姐的名字那样 有寓意 有寄托 只因为我是小的那个 所以叫小妹 这算什么名字呢 放学的时候 下起雨 姐姐向爸爸伸出手 随即被她从幼儿园门口抱到车上 我乖乖站定 也等爸爸来抱我 结果却等来妈妈的催促 摸什么呢 没见下着雨吗 我只好举起小书包挡在头顶 急忙跑过去 车门前有个水坑 我不小心踩到 泥水溅脏了我的裤子 也溅到了姐姐的小皮鞋上 姐姐嘟着嘴抱怨 新鞋都脏了 都怪妹妹 前排接连传来两声安抚 等回到家 妈妈帮你擦干净 一双鞋而已 爸再给你买更好的 我攥着湿漉漉的裤子 默默低下了头 裤子有些旧 不像姐姐 浑身上下都是新的 妈妈说 虽然我们家并不穷 但赚钱不容易 要懂得节俭 我总是认真遵守 不敢要这样呢 却也疑惑 为什么这样的美德 她从不让姐姐遵守 路上 姐姐兴奋地说起 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感受 她还提到了我 妹妹连话都不敢说 也没人跟她玩 真是丢人 其实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像姐姐这么 能说会道的没有几个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对陌生的环境感到紧张 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贬低我 遇到红灯 爸爸边减速边说 都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差别怎么这么大 当初那个亲子鉴定 不会搞错了吧 妈妈怒道 你真以为 我不敢跟你离婚是不是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也值得你生气 妈妈的声音更大了 你当初怀疑 我搞过两个男人 我能不气吗 她稍稍偏过头 余光扫过我 我跟你都是双眼皮 肤色也不黑 鬼知道会生出这么个东西 幸好还生了心心 不然我都抬不起头 妈妈的话落进我心里 比刚才余打在身上还要凉 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东西 爸爸觉得我长得不像她 所以不爱我 她做亲子鉴定这时 在妈妈心里留下了疙瘩 所以妈妈也恨我 而姐姐贬低我 是为了让爸爸妈妈更重视她 她好聪明 车子重新启动 爸爸又开口 话说你考虑的怎么样 罚款咱家也交得起 再养一个不是什么事 妈妈满脸抗拒 我身材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 这才几年就再生一个 我岂不是成老母猪了 过两年再说吧 姐姐眸光溢溢 似乎听得很专心 入学一个月后 幼儿园举办亲子活动 原本只要一个家长 陪同参加即可 但爸爸要忙工作 而妈妈选择和姐姐一组 老师去沟通 让他们把我也带上 可是妈妈说 这孩子胆小得很 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才艺 这种公共活动以后 都不用让他参加 省得上台了 连话都不敢说 丢人 但小慧老师 坚持不落下任何一个 他亲自带着我 完成了所有比赛 最后表演才艺的环节 他把我打扮成古代娃娃 让我背诵古诗 他也换上汉服 在旁边弹鼓针 给我伴奏 我背完一整手静夜思 骄傲地看向台下的妈妈 可是妈妈 正忙着帮姐姐整理裙摆 或许 她什么也没听见 姐姐和妈妈 合唱了一首鲁冰花 姐姐穿着浅蓝色的蓬蓬裙 像个小仙女 妈妈一身白色连衣裙 看上去温柔又漂亮 姐姐的歌声清亮 台下有几个妈妈被感动 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 眼里还泛起荧光 夜里我也会想起妈妈说过的话 她说我是让她丢人的鬼东西 说我是面向凶巴巴的坏孩子 我的眼里也常含泪花 我抱住小慧老师 哑声问道 我真的很丑吗 她身上有淡淡的香气 每一种肤色都是特别的 你看幼儿园里的那些花 如果只有一种颜色 岂不是很单调 可他们还说 我的咪咪眼很难看 不像爸妈的亲生孩子 小慧老师为我轻轻擦拭眼泪 你不是咪咪眼 是单凤眼 你的眼睛非常漂亮 而且就算真的是咪咪眼 也没有关系 他们的审美只能够代表他们自己 不能够否定你 我第一次知道了单凤眼这个词 我这双被人嫌弃的眼睛有了名字 比我自己的名字还要好听 在小慧老师的帮助下 我变得比以前开朗 这天 美术课上 老师让我们画动物 下课后 第一天上学时 嘲笑我的那个男生 举着画纸到我面前 你看这只藏狐像不像你 知道什么是藏狐吗 是世界上最丑的狐狸 就像你一样 咪咪眼 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 而是吼了回去 我要是藏狐 那你就是猪 哼吃哼吃的大傻猪 他满脸通红 气鼓鼓地瞪了我一会儿 然后突然抓起桌上的彩笔 朝我砸来 我感觉身体里 好像有什么力量觉醒了 扑上去 对他又抓又咬 我俩很快扭打成一团 等老师把我们拉开 两人脸上都挂了彩 快放学的时候 妈妈被请到办公室 她拉长着脸 还没听完事情 经过就催我道歉 然后痛快地赔了 对方的医药费 老师以及对面家长 都有点猛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小妹妈妈 请你过来 只是要向你交代下孩子的情况 不是让你赔钱的意思 老师 我很忙的 我也只是想快点 把问题解决 现在没什么事了 我们就先走了 她甚至都没有问我疼不疼 就拽着我匆匆离开 晚上爸爸带着一身酒气回来 妈妈向他抱怨 今天难得跟朋友逛个街 结果人幼儿园打电话请家长 说你的小女儿 小小年纪就学会打架了 这将来还了得 爸爸眯起眼打量 我半晌 突然给了我一巴掌 我倒在地上 一时间不能动弹 妈妈似乎也被吓到了 声音变得结结巴巴 这 这是怎么了 倒也不 不用声这么大气 我说好好的客户 怎么就没了 原来是你这败家玩意儿 破了老子的财运 爸爸对妈妈说 自己谈好的一个大客户 突然爽约 原本想借着这个单子 扩建分场的 现在泡汤了 于是他就找人算了一挂 对方说他最近犯小人 不要跟人起冲突 否则容易破财 他认为是我跟同学起了冲突 才坏了他的好事 我的脸疼到麻木 根本说不出话 只能委屈巴巴地掉眼泪 瞪什么瞪 收起你那对死人眼 看着就一副凶相 你个扫把星 我艰难出生 我是单凤眼 凤眼 黑不拉击的 乌鸦还差不多 人家凤凰都是红色 多吉利 你这只黑凤 就是个灾星 以后老子回家 你给我躲在房间里别出来 省得碍眼 从这之后 我不仅很少出房间 也很少说话 在幼儿园 也总是独自缩在座位上 小慧老师再怎么安慰我 我也再难生出自信 上大班这一年的年底 爸妈买的新家交房了 四十两厅的大平层 阳台事业很好 可以看到碧莹莹的湖水 姐姐选了最大的一间次卧 妈妈 我想要粉色的墙 床和衣柜也要粉色 床要大一点 因为要放很多很多娃娃 妈妈一一应下她的要求 我喜欢姐姐对面的那间卧室 房间不大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站在那里 也能看到一点点湖面 但我不敢提 而是耐心等待安排 妈妈 那我住哪一间 她笑容一冷 看向我爸 爸爸历声道 你不住这里 小学你去外婆家上 等以后再接你回来 胸口像被打了一拳 闷闷地疼 说不出话来 喂 为什么 你一个小孩子 我们怎么说你 怎么做就可以了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她不肯说 也没关系 我早就听见她俩商量 明年再要一个孩子 爸爸找人算过 马宝宝望她的财运 那人还说 我的面相不好 客父 外婆家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 他们把我送走 大概是不会再接回来了 到了春节 爸妈特意带我们早早去到外婆家 刚吃过晚饭 妈妈就和外婆说起这事 不想却遭到外婆的拒绝 你嫂子已经怀上二胎了 过几个月我就得照顾我大孙子 哪里还能帮你带娃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大孙子 我找人算过了 这他一定是儿子 你自己的女儿自己带 别丢给我 外婆重男轻女 偏心舅舅一家 对我和姐姐这两个孙女 都不亲近 妈妈委屈道 你以为我故意麻烦你吗 我婆婆走得早 身边没个帮衬的人 就连刚生孩子那会儿 都是请的保姆 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才来找你的 小妹又不是奶娃娃了 也就顺手的是 你都不愿意帮帮我吗 外婆板着脸不说话 坐在院子里抽汗烟的外公咳嗽一声 还不去洗碗 难道等我洗不成 气氛僵持到大年初二 亲戚们过来拜年 大人们又变得有说有笑的了 我和姐姐这对肤色各异的双胞胎 每年都会被围观一次 有个肥头大耳的亲戚 用他那油腻腻的手掐了下我的脸 这小脸蛋和咱们这些重地的不是一个黑法 黑黄黑黄的像个泥湖的小人 哪有一点黄花姑娘的水灵样 将来要是嫁不出去咋办 旁边那些男人哈哈大笑 我爸的笑声尤其刺耳 像你人吗 我瞧着倒向快遇 旁边传来一道清亮的声音 我随着他们的目光望去 只见一个坐在竹椅上抽烟的女人 她的头发随意挽起 身上的凹又皱又旧 样是很像外婆年轻时的那些旧衣服 节日的氛围里 她的打扮和其他人相比 实在有些潦草 她暗灭烟头 起身朝我走来 像块蒲玉 她擦擦我脸上的油渍 冷声反问那些人 对一个小孩开这种玩笑 也不害臊 那个男人眼神挑逗 要论不害臊 谁能比得过你唐雪玲呀 男人们的笑声愈加放肆 刚才我听妈妈和外婆小声讨论 这位是外婆的弟媳 妈妈的小舅妈 我应该喊她舅婆 她年轻时张扬自艾 穿的都是别人不敢穿的衣服 做的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事 又因为生得美艳 被人骂是狐狸精转世 就供取了她以后就远走她乡 他们都说是她把她的魂勾走了 这些年来 他们究竟过得怎么样 也没人知道 她这次回来 是来处理就供在世时留下的老宅的 对于其他的事 只字不提 外婆和妈通过她的穿着打扮断定 她肯定过得不好 笑吧 笑得再大声些 免得牛头马面 听不见 拉错了人 她不急不躁地反驳 那人却被气得面红耳赤 你敢咒我死 她做事要动手 被其他人拉到一边 大过年的 别闹得太难看 刚才起哄的是他们 现在劝架的也是他们 大人真有意思 我爸上下打量她片刻 谋色一转 带着试探的语气问道 舅妈要觉得她是快语 不如把她带在身边 跟您老人家做个伴 舅婆嫌恶地瞪了我爸一眼 只想生不想养 当年的卫生用品很难买吗 我爸愣了愣 刚反应过来要开口 他已经阔不出去 有人安慰我爸 你以前没见过他 他说话就是这样 阴阳怪气的 你别往心里去 又一个亲戚疑惑道 他自己都不生孩子 怎么可能养别人家孩子 再说了 你也犯不上拿个孩子 巴结他呀 我爸敷衍一笑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你们不懂 我不知道我们家 到底有什么难处 只知道 他是铁了心不要我了 我独自到角落坐下 今年的雪比往年厚一些 一月底了还没画完 冷风嗖嗖的网院里灌 大红铁门被吹得微微摆动 我脑子里浮现出不久前 那抹轻瘦鼻挺的背影 我快速出了院子 没人注意到我 寒风刮得我脸颊生疼 心里只觉得无比刺激 我学着旧婆的样子 挺直腰杆 大不留心 想象着自己已经长成大人 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用再像垃圾一样 被人丢来丢去 村巷弯弯绕绕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 脑袋被砸了一下 一只鸟滚落在地 我蹲下身凑近 只见褐色的羽毛上 挂着细碎的冰花 忍不住伸手戳了戳 死了 上方传来熟悉的声音 旧婆已在楼顶的围栏边 手里又夹着香烟 她望着远处吸了一口 又低下头望我 跟这棵树一样 早死了 我仰头打亮着 她旁边的那树枯枝 鸟应该是从 这棵树上掉下来的吧 这是什么树 柿子 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 人也会像树一样死掉吗 或者像鸟一样 我其实想问 没有人疼爱的人 是不是连死亡也无声无息 可惜我不像姐姐那样伶俐 问出口后感觉词不达意 却不知怎么补救 但旧婆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 死后的事管那么多干什么 最应当在意的是怎么活 烟灰从眼前飘过 落在鸟的身上 我不禁去联想 这只鸟还活着时自在飞行的样子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红踏雪泥 读过吗 她垂眼问我 旧婆 我还不满六岁 她又若有所思 这么小他们就不要你 你怎么比我还惨 眼睛有点酸 我抬手揉了揉 爸爸说我是黑凤 不吉利 外公外婆也不要我 我可能要被扔掉了 旧婆面无表情地抽着烟 半嗓 忽然开口 你叫什么 李小妹 这也算名字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讨厌这个名字 但它确实是我的名字 旧婆好像被我逗乐 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又道 我不懂得带小孩 也没什么耐心 只管把我会的 我有的 交给你 能不能成才 凭你自己 能接受吗 我愣了愣 反应过来 她是要收养我时 竟然欣喜万分 能 初三下午 旧婆如约过来 爸爸听到她要带我走 高兴不已 还大方表示 会给一笔生活费 妈妈则表情复杂 舅妈 那咱们留个电话 你再给我们一个地址 以后我们去看望 你和小妹也方便 旧婆满脸不屑 生活费就不必了 我虽是个老婆子 却也饿不着她 又看向我妈 电话是该留一个 将来你们死了 她还得回来奔丧 至于地址 等你们真的来看 她的时候再说吧 我妈脸上 闪过一丝尴尬 旧婆又道 她跟了我 就是我的人了 得跟我姓 你们把她户口 签出来 等去了我那边 我重新给她办手续 我妈好像有些不情愿 那 名 名字也要改 要 要是都改了 人家还以为 不是我女儿了呢 我心里隐隐发热 鼓起勇气 说出了埋藏很久的话 我不要叫李小妹 也不想做爸爸妈妈的女儿 爸爸妈妈 有姐姐就够了 以后 也不用来看我 我爸冷笑一声 听听 有人撑腰 说话都硬气了 行啊 今后 我就当没生过你 别说什么看不看的 老子就是死了 都不用你奔丧 这晚 舅婆把我带到她家住 春节假期一结束 爸妈就回市里 所为我办手续 舅婆处理完老宅的事 带着我去城里 找他们会合 妈妈在餐厅定好位置 要为我和舅婆送行 但我俩都不想见他们 轿车在门口停下 舅婆吩咐助理 上楼取我签户口的文件 不一会儿 爸妈和姐姐从餐馆冲出来 叫车前 三人都看呆了 今天的舅婆 换了身宽松的老式旗袍 白色大衣不染仙尘 和前几天的粗糙农妇 判若两人 不变的是骨子里的清冷和不羁 舅婆告诉我 她定居在六百多公里外的烟城 这次事情繁琐 村里交通又不便 索性开车回来 收拾旧物的时候 看到那些衣服 忽然来了兴致 就随手换上 过不过年的 她不在意 她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爸咽了咽口水 笑容讨好的问 舅 舅妈 前几天我就见 这辆宾利停在村口 静 竟然是你的 还是烟城的牌照 舅妈现在是住在烟城吗 舅婆不答 检查完那几张证明 才开口 还要赶路 吃饭就算了 我妈快不过来 把头伸到车窗前 眼里似乎有东西在闪烁 小妹 以后要好好听舅婆的话 别惹舅婆生气 知道不 舅婆冷眼扫过 带着几分嫌弃 她不叫小妹 至于以后叫什么 就不劳你操心了 话音刚落 姐姐也挤了过来 舅婆 你今天好漂亮 我想妹妹的时候 可以去舅婆家玩吗 舅婆眼里的嫌恶更甚 你自己有家 惦记我家干什么 姐姐被噎得接不上话 车窗缓缓升起 妈妈又叫了我一声小妹 我没有转头 只轻轻靠在舅婆身上 舅婆 我叫什么名字 唐月 我们在路上住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 才到燕城 舅婆的家在市中心 移动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闹钟取静 就像舅婆的人 热烈地活着 却不容于世俗 一楼或二楼 你自己挑个房间 晚饭之前不要吵我 交代完 她就打着哈欠上了三楼 保姆陈怡主动带着我 逛了一圈 最后 我选定二楼一间露台 正对花园的卧室 想起姐姐宽敞又明亮地赐我 我暗自感叹 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用过晚饭 舅婆带我到她的藏宝阁 这里的珠宝你挑一件 当作来到新家的礼物 和他们一样 今后你也是这里的一员了 我从一众闪闪发光的珍宝面前走过 目光落定在一颗黑珍珠上 舅婆 我喜欢这个 她难得露出一抹笑 还挺会挑 舅婆取出黑珍珠 放在我的掌心 上古圣皇少号出生时 有凤凰贤珠而驾 取名为月 也就是你的名字 珠宝遇上食货的人 可以卖出天价 但在不喜欢的人看来 翡翠也和玻璃无异 那个食货的人可以是任何人 但首先必须是你自己 他们不拿你当宝 你得拿自己当宝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珠子 好奇到 那颗神珠也是黑色的吗 这不重要 我想了想 又问舅婆读过很多书吗 大发时间罢了 她眸光微动 转身走向对面的书房 不过多读点书总是好的 舅婆递给我一本东坡词集 拿去 读完它 现在不懂没关系 将来会懂的 说着 她神色一顿 要是一直不懂 也是件好事 舅婆说她没有耐心 可她这些日子教我的东西 比过去几年 我妈教的还要多 晚上 我趴在床上 尝试读一读这本词集 顺着书签的位置打开 是一手定风波 这一页的纸张 比其他页旧 舅婆肯定读了很多遍 什么听川林打夜生后面的字 大部分都不认识 第二天吃早餐时 我问舅婆 舅婆 定风波是什么意思 她翻着面前的杂志 抿了一口黑乎乎的咖啡 走自己的路 别听闲话 别把傻逼当回事 那川林打夜生 又是什么 我说的是整首词的意思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我以后要做一个定风波的人 舅婆握着杯柄的手晃了一下 随后倾咳几声 我跳下椅子 跑到餐桌对面 帮她拍拍背 舅婆 咖啡要是太苦 咱就不喝了 一旁的手机屏忽然闪烁起来 李建华来电 舅婆按下接听键 但没有开口 那头随即传来我爸的声音 舅妈 是我 建华 你们应该到燕城了吧 想着您一路劳顿 需要休息 所以现在才给您电话 小妹还听话吗 要是她哪里做得不好 您只管教育 把孩子交给您 我们是一万个放心 紧接着 我妈又隔空喊我 小妹 你在那边还适应吧 在舅婆家要守规矩 不要像在家一样随性 要听话 千万别让舅婆操心 我妈是唯一一个挂念我的人 可我在家时总是小心翼翼 一点也不随性 她的叮嘱 反倒让我心里愈发的凉 这里就是她的家 她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不需要你们来教 舅婆说完 把手机递向我 我提起一口气 大声说道 我不叫李小妹 我叫唐月 独一无二的唐月 你们不要再打来了 我一点也不想你们 挂断电话 我甚至能听到 自己砰砰的心跳声 舅婆眼里滑过一丝赞赏 随即转过头 继续翻看杂志 九月份 我进入一所国际学校念小学 尽管我已经提前半年 学习英文 但和同学们相比 口语还是差了一大截 更糟心的是 班上也有一个男同学 总是对我恶语相向 他和幼儿园同学一样 嘲笑我伶俐的眼睛 用英文骂我是丑陋的黑猩猩 我不想给舅婆惹麻烦 每当被他嘲笑 我都在心里默念 默听穿琳打夜声 然后避开他去做自己的事 可他越加猖狂 这天放学 竟然追着我到校门口 一路大喊 卡西莫多是你家亲戚吗 你是哪个农村来的野丫头 怎么这么黑 看到舅婆从车上下来 我连忙跑过去 扑进他怀里 男孩仍旧无所畏惧的样子 你以为你家长来了 我就怕了 难不成你们还敢打我 舅婆冷眼盯着他 缓缓道 什么意思 杂种 你敢骂我 舅婆又道 他像是被踩到尾巴的老鼠 突然暴躁起来 不许说我听不懂的词 舅婆红唇微扬 死变态 这回听懂了 你不是很牛吗 就这点词汇量 也赶出来丢人现眼 你个老女人 Fuck you 舅婆淡定地回了他一句 他更激动了 你 你又骂了我什么 原来 你只知道卡西莫多 但是不懂法语啊 英文都烂大街了 你难道没学过别的语种 那你要加油咯 他对我俩竖了竖中指 随即面红耳赤地跑开 我拥着舅婆 满脸崇拜 舅婆你好棒 她就是看我英文不如她好 所以一个劲地欺负我 舅婆将我扶正 语气严肃 我让你别理傻子 是让你别往心里去 不是叫你忍气吞声 你就是把那兔崽子打一顿 我也不会说你半句不好 回想起之前在幼儿园 被请家长的经历 我鼻子一酸 把舅婆抱得更紧了一些 我可以不让那些乌言晦语乱我心神 但我也要拿出真本事来 堵住瞧不起我的那些人的嘴 我努力学习课程 抓住机会参加学校的活动 虽然我的同学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我还不足以在他们当中大放光彩 但舅婆看我斗志满满 寒假时奖励了我一次英国游 在大英博物馆里 我看到许多我国古代精致绝伦的饰品 工艺比舅婆的那些藏品还要繁杂 舅婆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偷的 抢的 如果没有被偷被抢 就不用跑这么远才能看见了 对吧 我们自己流传下来的艺术 应该被应用在更多的珠宝饰品上 被发扬光大 被带去全世界展览 而不仅仅是作为强盗的勋章 被锁在柜子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肯定已经有许多设计师前辈在做这件事 而将来 我也会加入他们 你的美术老师说你很有天分 舅婆似乎总能知道我的想法 舅婆 我以后能不能每周上两次美术课 她低头与我对视 竟然恍惚了片刻 可以 这年夏天 在一场全国性绘画大赛中 我的作品得了少儿祖的金奖 颁奖仪式上 我站在舞台中央 捧着沉甸甸的奖杯 看向观众席 舅婆盛装出席 骄傲地为我鼓掌 还记得那年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上 小慧老师费尽心思帮我完成表演 妈妈却始终不曾施舍一瞬目光 不是我不值得 而是她不肯爱我 我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面对镜头和人群的围观 我不再是当初那个畏畏缩缩 连最简单的自我介绍都结巴的女孩 我的作品被刊登在杂志上 也在学校展出 同学们对我的印象 也不再是内向的黑女孩 而是画画很棒的唐月 男同学嘲笑我 我就把他画成滑稽的漫画 在同学间传阅 他说我侮辱他的肖像 我就反击他诽谤我的声誉 在英语演讲比赛上 我把自己的经历讲成故事 批判荒谬可笑的迷信 控诉父母的生而不养 鼓励所有遭受不公的人 一定要自寻出路 就自己于水火 当时我并不知道舅婆有钱 但我知道我要跟她走 我要离开那些 对我满怀恶意的人 她上来燕城的路 就再也没想过回头 在燕城长到十八岁 我拿到珠宝设计学院的offer 而姐姐竟然填报了 燕城电影学院 出国前 他们一家三口不请自来 带着一堆礼品来到舅婆家探望 姐姐一见到舅婆 就亲密地去挽她的胳膊 舅婆不动声色地避开 陈怡给客人备茶 爸爸许是中年发福 胖了不少 一笑起来夹上的肉都挤到眼角 舅妈真是太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 不用特地备茶 我们喝水就行 喝水就行 妈妈妆容精致 却盖不住眉眼间的沧桑 听说这些年 她流产过好几次 为了要个二胎 还去做过试管 可是都没有成功 渐渐地年纪大了 不得已才放弃 相较之下 爸爸倒是春风得意 和朋友合资创立了美妆公司 去年刚刚上市 小 月月 几年不见 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妈都快认不出你了 我没有接话 默默到舅婆身边坐下 爸爸丢给姐姐一个眼神 那个月月啊 我跟你妈要和你 舅婆谈谈生意上的事 你们小孩不会感兴趣的 不如你带着你姐姐 到处逛逛 我是个俗人 从前姐姐的东西 都比我好 我只有羡慕的份 现在也想叫她羡慕羡慕我 我于是起身 姐 我带你去我房间 一进屋 她眸光闪闪 有惊讶之色 但面上仍保持淡定 她躲步一圈 四处打量 走到我的玻璃柜前时 终于忍不住探到 这些珠宝都是你的 我马上要去意大利 学珠宝设计 这些都是拿来练手的 做得不是很好 留着当个纪念 姐姐恋恋不舍地 将目光从柜前挪开 这些年 我们又搬了一次家 我的房间比以前还大 爸爸的事业 眼看着越来越好了 我想出国也不是不行 哦 不过我打算进娱乐圈发展 得从大学就开始积累资源 这才没有出国 所以你们来了燕城 打算讨好舅婆这个资源 舅婆的生意涉猎很广 唐雪玲三个字在燕城 是响当当的活招牌 只是老家的亲戚们 谁也没想过去打听 即使听到了 也以为是同名 就连我爸 也是从我离家那天 才开始在一起 舅婆的动向 被我点名来意 她索性顺着我的话 打起感情牌 这些年 爸妈经常提起你 他们一直很后悔 你在家时 没有好好对你 我知道你也很渴望 他们的爱 所以不如放下心结 让爸妈好好补偿你 而我也会跟你一起 孝顺旧婆 我们今后 做真正的一家人 你觉得呢 窗口清风拂过 吹动敞开的词集 页面停留在 赠王定国世人 我最喜欢这首词的 最后一句 此心安处是无香 儿时我被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只是为了完成 亲子活动的表演 并不懂得什么思乡之情 到现在离乡十三年 也不曾思念过老家 爸妈和姐姐 虽然马上又要离开燕城 但我想我仍会安下心学习 因为旧婆会陪我 一起去意大利 你们那点心思 还是省省吧 姐姐挣了片刻 眼里闪过不甘和愤怒 你还真是和小时候 不太一样了 你倒是没变 身上还是一股浓浓的绿茶味 她冷哼道 谁叫爸妈不喜欢你 我只不过是顺应他们而已 要不是爸要拉旧婆投资 你以为我想来找你 旧婆是有钱 可咱家也不差 你们祖孙两个 有什么可傲的 日子还长着呢 走着瞧吧 我淡然一笑 故意激她 姐 你当真是被宠坏了 脾气一上来 就全然不顾 前头谈得怎么样 我要是把你这番话 告诉旧婆 你说爸妈会不会白跑一趟 我快不下楼 她这急忙慌追上来 但到底没快过我 我把她的话原原本本 附述了一遍 爸妈听后脸色大变 旧婆朝我头来赞赏的目光 随后冷声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去找别人吧 陈怡送客 爸妈急急起身 但被陈怡挡住 保安进来拎起那些礼品 三位这边请 我爸双手握拳 一个眼神过去 我姐就吓得红了眼眶 当年她打我的那一巴掌 力道可是一点没收着 这次是她引以为傲的女儿 坏了她的好事 不知她狠不狠地下心呢 三人被请了出去 旧婆叹道 这对夫妻真够难缠的 得亏你来救我 我掺着她缓缓上楼 谁叫我们心有灵犀呢 我和旧婆在意大利的四年 偶尔能从网上 看到姐姐的消息 她从选秀节目出道 一名就叫月新 一年后团队解散 她转型去拍戏 因为长相讨喜 第一部戏就小抱了一把 爸爸趁着热度 让她代言自己的产品 双方都收获满满 他们一家三口 还一起上了综艺 在镜头前疯狂展示 有多么幸福温馨 我每每刷到 都一笑而过 那座小城里的生活 像一场遥远的梦 梦境是悲是喜 已经跟我没啥关系了 毕业季来临 我将一门心思 都放在壁舍上 作品名为 飞红踏雪 是一枚胸针 大雁的羽毛 用的是自然脱落的鹦鹉毛 仿点脆工艺 燕身上镶嵌了一颗 孔雀绿光泽的黑珍珠 既是我的毕业作品 也是送给舅婆的 七十二岁寿臣贺礼 那个大年初二 我在离开舅婆老宅前 拾起洞江的鸟 埋进了土里 而舅婆拾起了我 在这年夏天 被拾起的灵魂 开出了花 我签约了意大利一家珠宝品牌 正式成为一名设计师 两年后回到燕城 开始着手做自己的品牌 得知我们回国 爸爸和姐姐专程登门拜访 爸爸在燕城开了分公司 得意洋洋 一改五年前的卑微姿态 舅妈 当时拉你入资 谁知你不肯 真是可惜呀 舅婆推了推老花镜 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她 我是没挣到这笔钱 但没什么可惜的 我甚至能让你挣不着钱 你信不 姐姐立马维护起爸爸 舅婆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今天来 也是看在亲戚的情分上 想再和你谈谈合作 你是退休了 但堂月出社会才两年 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她多个依靠 有什么不好 舅婆笑了两声 真是狗仙帘子 全凭一张嘴 你们这家人 是那靠得住的货色吗 说着 她望向我 我会议 陈怡 叫保安 送客 晚上 我无聊地刷着视频 看到姐姐出现在爸爸公司的直播间 就停留了一会儿 姐姐姿态傲慢 和主播的互动 总是敷衍了事 介绍产品时 连词都记不全 眼神不停往边上挑 有观众问她口红色号 她也推给主播 她的态度 引起观众不满 随即质疑 东西卖那么贵 主播还甩脸子 到底想不想卖东西的 姐姐顿时就被点燃 百十来块的东西都嫌贵 你就没想过 是你自己的问题 就挣那丁点工资 当然看什么都觉得贵 这话一出 一旁的主播大惊失色 观众的回复 瞬间刷满公屏 姐姐却是一脸不屑 继续以三寸不烂之蛇 单挑万千网友 大排量多比我们划算 可我们是国货 你们花点钱支持一下国货 不应该吗 觉得不值这个价 是你觉得自己 不配用这个价格的东西 才对吧 普通人挣钱 没有我这么容易 有没有可能是 你根本不努力呢 我要拍戏 还要带货 比你们辛苦多了好吗 主播小姐姐几次试图阻止 奈何都插不进话 直到有人举着手机过来 欣欣姐 李总的电话 她才离开画面 这是在网上迅速发酵 很快就遭到官媒点名批评 我爸带着我姐亲自出来道歉 言辞卑微 声泪俱下 但大家并不买账 纷纷调侃 我姐演技好 走对了路子 我爸在全国投资了不少线下门店 原想着等她新剧播出 就可以收割一波 但现在不仅原有的专柜冷冷清清 库存也面临滞销风险 门店开业更是遥遥无期 受牵连的 还有我姐代言的其他品牌 不仅被接连退货 还被误以为和我爸的公司是一家的 平白遭受了网报 我爸的公司不断亏损 股票一路冒绿光 而我姐背负巨额违约金 又接不到工作 没多久就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张抑郁症诊断书 事发两个月后 爸妈和姐姐再度登门 只是这次 他们没再带礼品 舅妈 这次真的只有你能帮我们家了 只要您肯帮忙 让我做什么都行了 姐姐站在一旁默默擦眼泪 脸上没了精致的妆容 憔悴显露无遗 见舅婆无动于衷 爸爸踹了姐姐一脚 姐姐痴痛跪下 她也跟着跪在舅婆面前 舅妈 只要您肯出手 别说下跪 就是磕头我也 建华 我妈焦急出声 她连忙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塞到我手上 月月 这是你设计的戒指 妈悄悄买了下来 妈看见她 就像看见了你 但要是真到了最后一步 只能把她也拿去还债 月月 你行性好 妈想留下这枚戒 成吗 戒指确实是我的作品 可是现在来说这些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 她摇摇头 满脸泪痕 我从小就没有人会为我着想 我只能自己对自己好 妈确实是自私了些 只顾自己 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 妈现在向你道歉 这些年妈 真的很挂念你 我爸跪着来到我跟前 月月 我们到底没让你挨饿受冻过 你就是念着那几年的恩 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旧婆边掏香烟边问 要救吗 我摇摇头 她说过 她死了都不用我奔丧 月月 我对上我爸的视线 不过你既然说对我有恩 那我们索性将恩怨都清了吧 你名下的房子车子 必然会被拿去抵债 到时你们也不会再待在烟城了 回老家的机票 按全价算 房子就以普通的两室一厅为标准 租一年 现在算算清楚 我把钱转给你 咱们就两清了 你要是不同意 那这份恩就让他一直欠着吧 我爸欲言又指了几次 最后小声答道 同意 同意 他们来闹了这一场 让我心里闷闷的不舒服 人走后 忍不住起身 把窗子全都打开 月月 旧婆忽然出声 我身上有点冷 还是关上吧 我快步回到沙发上 摸摸旧婆的额头 这么大的太阳 怎么会冷呢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她坦然的笑容 叫我心里发慌 我们俩总是很有默契 可是这一次 我无比希望 是我猜错了 她握着我的手来到书房 从抽屉里 拿出一份检查报告 乳腺癌晚期 我双手颤抖 喉咙仿佛被堵住 用了十足的力气 才勉强发出声音 能治好 肯定能治好 旧婆若无其事地打开烟霞 老娘活了七十几岁了 不差这几年 我一把夺过 知道自己生病还抽烟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 她不理我 转身打开旁边的酒柜 我又要去抢 被她先一步预判 还剩最后一点 正好我们一人一杯 我握着酒杯难以下宴 旧婆却喝得津津有味 品牌的名字 想好叫什么了吗 一醒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送你的书 读得不错呀 旧婆轻轻和我碰杯 喝下最后半截酒 我们仍像往常一样生活 只是每晚 我都来和旧婆睡 她企业的次数逐渐增多 烟瘾也愈发得大 有时还会梦魇 轻声叫着旧宫的名字 像小孩一样抽气 从小到大 她向我展示过 无数件旧宫送她的礼物 她记得那些礼物的年份 当时的场景 却从没有讲过她和旧宫的故事 我忍不住问起时 她总会懒懒地打发我 对故事感兴趣 自己找本小说看呢 后来我长大些 读懂了她眼里一闪而过的那抹痛 也就不再强迫她回忆那些过往 又一个深夜 旧婆起身去到书房 翻开桌上的词集 这本的纸张绵软泛黄 比给我的那本要破旧得多 里头的书签 是旧宫年轻时的照片 她对着照片出了会儿神 然后缓缓开口 我没上过学 不识字 是你旧宫一点点教我的 她送过我一本《红楼梦》 干活的空隙 我就坐在田梗上慢慢地读 有读不明白的 就去问她 后来那些书都成了读草 不让读了 他们从我家里搜出了书 把我拉去批斗 连同我的长相 穿衣打扮 也一起被批斗 我穿自己缝的裙子 生来就是这副相貌 可他们非要说 我是狐狸变的 说我是妖 所以连看的书也是有读的 你旧宫的爸爸 提前得了消息 早早烧了家里的书 结果你外婆既恨他们 不让他念书 偷偷藏了一本 然后举报了你旧宫 一家人迫于无奈 只好跟他划清界限 说来好笑 得益于这一点 我们结婚时 倒也没什么人阻止 动荡刚一结束 你就供得爸妈就相继去世 我成了这世上他 唯一牵挂的人 后来他考上大学去了城里 毕业后终于把我也接走 这本词集是那年 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再后来他辞掉工作 我们一起来到烟城打拼 正好赶上风口 说是一夜暴富也不为过 我们趁热打铁 卯足了劲做生意 痛痛快快地活了二十年 你救公去世的第二年 我回老家看了一圈 处理老宅是次要的 主要还是为了给村里的学校捐款 我不需要什么宣传 没让他们声张 只要是办得到位就够了 虽然我们后来过得很好 但是我们一辈子没有孩子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很悲观 都没有勇气把孩子带来世上 让他去面对接下来 难以预料的几十年人生 但是我们仍然用力地活着 毕竟来都来了 我努力憋住哭声 静静听他说完 在他扶着桌檐起来时 连忙把他掺住 旧婆紧紧捏着那张照片 一步步挪回床边躺下 褪色的照片上 旧公穿一身灰色西服 靠着车身 一双单缝眼直视镜头 嘴角勤笑 意气风发 旧婆看着我失神的那些时刻 脑海中一定填满了 烈酒一般的青春 她双手交叠 将照片贴在胸口 然后微笑着闭上眼 没有再说一句话 那段故事就是对我的告别 旧婆早早安顿好了后事 她留了公司的股份 和这栋房子给我 其余的财产 她让我捐给全国各地山区的学校 每年我都会抽空 亲自去实地考察 根据不同的情况 划定款项的用途 再让专人监督落实 旧婆去世第五年的冬天 我又来到这个小山村 给学校捐了一批多媒体设备 旧婆当初捐赠的教学楼 刚刚粉刷过 看不出曾经的痕迹 崭新地像这些孩子的人生一样 出学校时 雪渐渐大起来 覆盖我来时的脚印 想起那年 我在巷子里学着旧婆的步伐 内心无比期待长大 现在我终于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 只是身边没了旧婆 但我已然活成了她 无论将来风雪多大 我亦昂首阔步前行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吧 嗯 对 slots 对 使手 进 呃